全油管最快新闻,主播在上周末的足鞋杯决赛中,上海申花以3比0的比分战胜山东泰山,赢得了队史第四次足鞋杯冠军,追平了北京国安的记录。 这也意味着他们获得了宝贵的亚冠门票。 决赛中,申花利用反击制造出机会,汉潮在第64分中打入了制胜进球。 这也是申花近三次击身足鞋杯决赛后的第三次夺冠,保持了100%的胜率。 而山东泰山则失去了三连冠的机会。 值得一提的是,申花此次夺冠也让他们完成了复仇,24年前他们曾在职业化之后的首届足鞋杯中不敌泰山。 同时,申花只以第五名的成绩结束了本赛季中超,但通过夺冠,他们成功拿到了下赛季的亚冠门票。 对于申花来说,这个冠军意义重大。 尽管主帅吴金贵本赛季备受质疑,但他带领球队赢得了足鞋杯冠军,完成了预定目标。 而吴金贵的去留问题,还有带俱乐部进行更深入的考虑。 申花球迷则对他满怀期待,认为他是能够帮俱乐部承担来自球迷的压力的最佳人选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